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同门都宣传说 佛像里的佛不来加持大家了 顿时马路上的人几个水泄不通 来了很多路人的好奇 而且年轻人的佛还特别加持大神 除了收紧这个墨宝 更加次写下了收杀这两个字 项目有未来很多人 多佛会被人帮人收紧收上 也能够早日见 上海也没得走 好像很高温的书一样非白 如因为活不来人 多佛不来人 多佛不来人 即将展开 欢迎你赶快把握机会报名哦 049-2312-992 您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 给你点上新灯 我是徐雅琪 让我们一热烈的掌声 再来欢迎 真博中的 真本传奇像师 真占仙活佛 师尊好 大家好 我们这个每一集啊 都可以提出 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呢 非常好奇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师尊呢 您在这个 一般人不明白的情况下 有些人说 奇怪啊 这个台湾的 这个佛教的发展史上啊 有一段时间 师尊是没有在台湾的 人埋宁是移居了 这个西雅图 但是这个当初 这个移民到西雅图的 这个动机是什么 为什么那时候在台湾 这样子每天有这么多的人 来请教您啦 排队啦 这样您在台湾 其实是很红的 那那为什么会忽然的 就这样子离开台湾 到国外去 这个有些人 他就会声会影 所以今天是不是可以借这个机会 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当初是什么情况 当初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要去移民到这个海外 像移民到美国 并不是说 你说移民就可以移民的 一定也要经过好几年的时间 然后跟当地啊 再提出申请 还要有理由 还要有他的这个做法 不是说移民 不是说移民好 你有钱啊 你就可以移民到美国去 不是这样子的 当然我是在台湾的时候啊 为了自己的未来打算 因为在台湾如果继续在这样子的问世下去 然后帮人家问世啊 帮人家神算啊 帮人家看地理啊 这样子下去的话 也等于是在做世俗的事情 又能做神圣的事情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干扰太大 许许多多的干扰 这个整个环境上 整个大环境上 对你自己本身的修行是不够的 听说那时候每天 半夜都还要有人来敲门 然后好像您的 假如说您的亲人都要被骚扰 他们都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休息 不是说亲人被骚扰 连邻居都被骚扰 邻居 因为排队都排到邻居家了 不只排到邻居家 他还跳入邻居的家里面 跟邻居讲 希望邻居能够 拜托邻居能够进到我家里 每天早上打开门 门口就已经排了很多很多的人 数不清的人 无数的人 连半夜整个墙上都是人头 就以前很像那个眷村的那种房子 那没有办法 你连睡眠都没有办法 所以有的人呢 那个半夜有时候三点 两点 四点 都开车到你门口来 然后给你按电灵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睡 你说怎么样修行 所以为了更高的成就 为了不受干扰 所以移居到一个好像是很远的地方 能够静下来好好的这个实修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您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觉悟 这个也是一种计划 一种计划 因为你移民不是说 你说移民就移民 不是的 也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移民 你必须要有很多的 要移民也要很多的理由 也要很多的这个申请 也要很多的证券 另外还必须要有很多的这个 你去办移民的时间 所以那是好几年的功夫 我是想计划 最主要是计划 将来要做神圣的事情 神圣的事业 而不是属于熟世的事业 所以那时候就是在您38岁的时候 就这样子全家人一起移居到 那个时候已经是办好了 就是要办也要办三年 对啊 这中间要审核啊 对啊 要面试啊什么的 所以我可以讲是说 我在金中服役完的时候 我就开始申请 所以一直到38岁的时候 才申请合格 才能够出去的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 有些人以为说 是不是很容易跟老爷子啊什么的 对突然之间 也不是逃难啊 你说逃难也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 你可以逃难到美国去啊 事实上你必须要有很多的申请 很多的证件 很多的时间去办这件事情 不是一下子的事 所以选择了这个西雅图 也是因为他环境非常的清幽 很适合您进一步的修炼 是不是 对啊 因为在西雅图所看到了一年的人 等于在台湾看到一天的人 所以在那段时间啊 师尊可以这个完全的 每天只听到乌鸦的叫声 没有任何的这些电铃啊 什么爬墙啊 没有 所以让您进入了真正的这样子的 更深一层的这样子的修炼 我去到西雅图的时候 才觉得西雅图原来是空旷无人 一条街上啊 连一只小猫都没有 我那时候还准备一张桌子啊 准备给人家问世 到了美国西雅图还准备给人家问世 你坐下来啊 从早上一直到晚上 每一个人都没有 一只猫都没有 我准备那张桌子的时候啊 连伙上司还跟我讲 你不用准备桌子 因为这里是美国西雅图 没有人会来干扰你 所以那段时间这是一个人少 可是我们要讲 另外一方面收入 那等于是完全就没有了 完 是没有收入 是因为没有收入的时候啊 我那时候有三年几乎都没有收入 只有靠投稿 那时候我写稿子啊 还写给台湾日报 因为我以前在台湾日报写专栏 台湾日报还有认识的主编 所以我从美国西雅图写 写稿寄给台湾日报 台湾日报每篇给我稿会 三百块台币 三百块台币 也在西雅图当地写稿 那一篇呢 四块钱美金 四块钱美金 对 四块钱美金过几天啊 过一餐 过一餐 对啊 所以这样子怎么过 真的是 那时候是没有钱了 是真的是没有钱 不过心灵上的收货很大 完全是使心灵上的满足 无形上的 你的收益 非浅 我记得我曾经跟师母说 师母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照片啊 说你们刚移民到西雅图的时候 那时候是不是有些什么照片 可以让我们做这个 一个简介啊 来介绍啊 稍微描述一下当时的情景 师母就说 那时候真的是太穷 连相机都不可能有 怎么去拍照片 对啊 对啊 没错没错 我写了一篇稿子给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的主编啊 写一封信给我 他说你这篇稿子很好 我要用 我要采用 拜托你啊 去把这篇文章里面啊 所描述到的 所谓的那个 你把他拍一个照片给我 我就把他附着 有图有文 增加光彩 糟糕啦 我家没有照相机耶 那怎么办呢 去找找一个华人 他家有照相机的 他只有拍立德 拍立德 他好了 跑去 这个照来一张 Gradisir的照片 照好了 继续 但是拍立德 经过一段时间 他会画黑 等到继合台湾的时候 那个主编一看 都是黑的 不能用 所以 中国时报 始终没有登出我的文章 原来还加了这一段 希望旺旺集团的老板 看到这一集 那是以前 很早的主编 那时候 好像是高姓江 高姓江当主编的时候 不过实在是 好像真的就跟这个 这一家的这个报纸 是有这样子 蛮特别的一个因缘 所以这样讲 真的那时候 没有相片的原因 是因为没有照相机 然后好像也听师母描述说 那时候你每天都是很忙着 就是修行 所以什么头发 也都是师母帮你剪的 听说你常出来了 然后看到你是 头发已经留到这么长了 胡子可能多长 然后师母 我们也没有钱去 去外面礼法 所以就师母帮你剪 是这样的情形 我没有礼法 没有在外面礼过法 没有 这样的时间有多久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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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收入 然后常常吃的 失业 失业 吃的就是 吃的 你要讲吃的吗 吃的就是啊 美国的这个超市 已经过期的 腐败的 好像是说还可以用的 你只要削掉一点 还可以用的青菜 削掉一点 一点还可以用的水果 是像那个 Lucky Market Lucky Market 或者是那个 一般的Market Pi Market 你去买 买的话是他们过期的 准备要丢掉的 很便宜的 你买回来 就是吃那些东西 小孩子都是这样养大的 对啊 也不比别人差 可是那时候 您是怎么告诉他们说 爸爸在做什么神圣的事情 你们现在要忍耐 那时候怎么说呢 那时候我有跟这个 天上的这个活菩萨讲 我在 我在修行 那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那活菩萨 你如何帮我 这个明的菩萨 他就拿一个布袋来 明的菩萨 哪一个布袋 从空中走过 他就把布袋打开 从里面就掉出很多的东西出来 有房子 有车子 有衣服 有食物 有经营 这个事物 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很好的东西 全部从那个布袋里面出来 这些将来都是你的 只要你修行有成就 这些都是你的 所以我有信心 你的菩萨 他带给你信心 他把所有一切的东西都给我 房子 车子 包括所有的事物 衣服 所有的一切 都有 所以您说在这个心灵 心灵上面是非常富有的 对 你失去的地上 就会得到天上 可是我想这个 做您的家人而言 他们那时候不一定看得到的话 他们享受得到 他们享受得到吗 对呀 因为人家这个开heater 热气的时候 下雪 我家里不开heater 那怎么会是享受得到 他们是这样子 他们说 没有关系 我们去Gladi Share 就是Gladi Share 什么叫Gladi Share 就是美国人 用圣的东西 Second Hand的东西 他们在礼拜六 礼拜天拿出来卖 那我们就去买这些便宜的 我们经常跟人讲 Toto One Da Le Ho OK Toto One Da Le Ho 就是说 这个 我给你买了这些 一块钱 好吗 然后我们买了很多的毛毯 能外面冷下雪 里面也冷 所以像师母啊 像佛亲 佛祺啊 他们每个人啊 通通毯子就盖多一点 晚上睡觉就毯子盖多一点 从来没有Hit 对 然后食呢 就是人家吃的快要丢掉的 快过去的 一呢 就是买Gladi Share的 住呢 就是七十年的老房子 好 行呢 到最后啊 美国没有车就不行了 以前我们没有车 就走路到 C位 用走路到C位去买 都是走路 全部都是走路 走路算是运动 所谓的育乐 就是去C位看东西 这个日子都过来 可是 您 大家一定不知道吧 其实市场到现在 还在吃过期的事 食物 人家说 师尊的冰箱里 您在闭关的时候 这个冰箱里 常常会有 已经过期的水果 发霉的食物 您都还不丢掉 还继续在吃 这是跟我妈妈学的 因为我妈妈以前啊 如果是葡萄干坏了 有 长霉啊 她会用卫生纸 一个一个把它擦干净了 照吃 所以我们大家都以为说 师尊好像穿得很华丽 有戒指 有这个耳环保冠 一定每天在家是山珍海味 可是师尊 吃还是很节省啊 非常节省 这是香奈儿 香奈儿有男生的哦 这是小奈 小尿 为什么呢 因为佛亲 他在香奈儿 他当律师 在香奈儿 所以他买送给我 我当然要带啊 女儿的 不带啊 他们会怪啊 像 对 佛亲会说 我买表给你 你不带 那就是带佛亲的啦 像这个钻 这是用你的一个 很有钱的弟子送的 你不带他会伤心的啊 对啊 要带给人家看 带给弟子看 因为都是弟子送的 都是弟子送的 这个衣服是弟子买的 人波切的 人波切的哦 我也要当当人波切 对对对 弟子买的啊 弟子送的啊 你不穿 我有一次啊 弟子送我衣服 我好久没有穿 他每天看我的衣服 终于有一天 他忍不住了 他说师尊 你怎么没有穿我的衣服 我赶快去 找 找 找找找找 终于找出来了 我穿 是不是这一件 他说不是 我现在找找找找找 找出来还在穿 就是要穿给他看 师尊你真是太慈悲了 所以你有那么多的衣服 其实都是弟子供养的 那你每一件都穿 可是哦 我要讲 你们有没有一个感觉 我真的是开始 因为我们在制作 师尊的节目 我真的注意到 师尊的这种审美观 真的是无人可及 您的品牌服饰 这被您这样搭配 真的是好漂亮 好庄严 对不对 所以您什么样的法冠 就配什么样的龙袍 对不对 然后那个颜色 都那个搭配 其实都是分开的 他们供养的时候 一定没有想要 要把这个龙袍 配这个帽子一对吧 可是被师尊这样子 搭配一下 就觉得 他们这样子配起来 好庄严 真的好特别 真的觉得好漂亮 所以师尊您 您这个部分 真的 这也是 没有去想吗 还是 天生的 对 师母教的 啊 师母 师母教的 师母教的 他说 这个衣服有所谓的 一系列 一系列性的 就是说 同一个色彩 同一个色彩 像这个 你戴这个 表 就是要 配这个 这个 这样子 黑钻的 黑钻 一定要配 蓝宝石 对 那个白的 白的 白的 黑的 黑的 就是这样 不是师母教的 不是师母教的 就是我是最没有眼光的 我说 有时候我出来 穿衣服啊 就是很随便 很随性的 很随性的 相反的颜色我也穿 相反的颜色穿起来 有时候也是蛮好的 所以有时候要相反 有时候要系列 要看是在什么场合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师尊也是做我们一个表率 到哪里我们看到师尊都是这样子穿的 就是让我们觉得就是看到了这个活佛 就是真的是 这个穿的好啊 也是一种色众 可是你穿的好 颜色配他的好 所有的众生看着你 会有一种色召力 原来师母有这么大的这样子的指导 骑在里头啊 当然师母穿衣服也是非常的这个让我们觉得气质优雅 可惜他这个比较 他总是在幕后 他在幕后默默的支持着我 那段时间你没有跟台湾有这么直接的接触 那段时间你会不会觉得说是有一点点要放弃了 就是说你未来不一定会再回到台湾有这样子的成绩 其实我本人的心始终是在台湾的 在台湾 我不觉得我去了美国 就已经完全规划成为美国人 只是我这个妻可是住在美国 就是心还是在台湾 我曾经到一家这个华人的餐馆 美国华人的餐馆 就餐馆的老板他问我 你爱台湾吗 我回答我爱台湾 那么他又问台湾爱你吗 我差点答不出来 我差点答不出来 他突然间问我台湾爱你吗 我都差点答不出来 但是我就很坚定的跟他讲 我不管台湾爱不爱我 我小我出生就是在台湾 小的时候啊 就是在台湾 我的学业就是在台湾完成 我在经校里面也是受经事的训练 也在台湾 我的十年服役也是在台湾 不管如何 台湾爱不爱你 我都是爱台湾 我就是这样子很坚定的跟他回答 那个华人老板就是说那我没办法跟你说 所以师尊才是真正的台湾之子 台湾之佛 我觉得虽然我现在拿的是我有美国的护照 我是美国公民 但是我也是台湾公民 我不会放弃 我也有台湾的身份证 我是双重国籍 但是真正爱台湾的 跟国籍无关 跟国籍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要看你的心啊 你的心既然是在台湾 你就是台湾人 你的心在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就是你自己的国家 不管你哪的是哪一个 哪一个护照 所以我很坚定的 我还是爱台湾 所以这个才为什么我们可以再来证明的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是真的这些 在美国辛苦的部分 有些人辛苦的就继续在美国享福就好了 可是师生还愿意这样子来投注所有的心力来 在他成就之后还拼命的这样子救我们所有的众生 特别是台湾 所以我们很多很多像以前讲的什么台风啦 对不对 SARS啦 像这些的这个 有什么的流感啦 都是在师尊很慈悲的 在他成就之后 所以他为什么移居美国 原来是为我们做了更大的事情 真的再一次谢谢师尊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今天也访问到这些时间的关系 我们下个礼拜继续都要来访问师尊 谢谢师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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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尊 泰国传了什么手印给谁谁谁 这个要考证 要考证 要考证 我们那个时候有去泰国吗 每个人打电话给我讲说 哦 师尊 你有没有怎么样 有没有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我说我哪里 怎么样 我在家里 哈哈哈哈 哈哈 我怎么不想 看起来 我怎么不想 我存在 你 我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